交通部通過多元計程車方案 最快從明年一月開始 搭計程車不再只有小黃可以選擇 不過多元計程車只能透過APP 預約叫車 不能夠在路上欄客 未來搭計程車不再只有小黃可以選擇 交通部推出台版Uber多元計程車方案 即日起業者可著手 研理營業計畫進行提案 向各地方政府提出申請 不過新的方案只能預約叫車 不能在路上欄客 招通部表示 國外引進的Uber嚴重壓縮 全台八萬七千輛計程車載客市場 為鼓勵國內新型態叫車 規劃多元計程車方案 首先車資費用不得比現金計程車資費低 費率由各縣市政府制定 也不得誰朝誰停 付款方式則是透過現金或電子支付 而且必須事先顯示預估金額 多元計程車為保障乘客安全 車內需擺放車席資料 現在也開放四門以上車輛申請 不過叫車只能預約叫車 車輛顏色也不能使用黃色 希望能夠區隔市場 業者認為多元方案是未來的趨勢 政府能不能有效取締非法 才是重點 多元計程車方案 鬆綁現有計程車的顏色費率 不過現行法規現行司機 一輛車只能加入一間車隊或車行 交通部長賀成蛋表示 不反對鬆綁 讓司機能有更彈性的加入多間車行 彈性運用車輛載客 不過怎麼執行還需要討論 記者李竸華 吳家寶 代表報導